老婆跟男闺蜜爬山失联后 我再去找她的路上遇到车祸 奄奄一息的时候 用尽全身力气给她打电话 却只换来她厌无怒骂 你装够了没有 我都被你电话下的摔倒擦伤了 你要死赶紧死 随后冷漠地挂断电话 可在看到我惨不忍睹的尸体时 却哭瞎了眼 我死后 灵魂不受控制飘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如烟 谢谢你能来陪我爬山 我们在山上露营 月哥知道会不会生气啊 本来巧笑奄奄的柳如烟 听到我的名字后 手上包橘子的动作一致 厌恶之情易于言表 好端端地提她干什么 真是扫兴 她这个人就是小心眼 一个大男人还粘酸吃醋 木白 尝尝我亲手包的橘子甜不甜 柳如烟撒着娇 将手中白色菊落 都仔细剥离的橘子瓣喂给于木白 我被眼前的一幕刺得生疼 两行血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 带着不甘心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八年 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这些 她吃橘子从不剥皮 因为她嫌汁水弄到手上 粘腻不好清洗 每次都是我给她包好 放在盘子里 我以为八年的复出 吃块冰山也该被我暖化了 以为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直到于木白的出现 才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柳如烟的心不是五不化的 但是于木白可以 她不用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柳如烟将整颗心 捧到她面前 我自嘲地笑了笑 苍白又无力 原来柳如烟不是不喜欢 而是我不值得她这么做 于木白宠溺地揉了揉她的秀发 一阵手机铃声 打断了这甜蜜的荧幕 刘女士 我们接到你丈夫的报案 说一直联系不到你 你在山里遇到了危险了吗 你现在是否安全 有没有受伤 能告诉我你的大概位置吗 柳如烟听后有些错愕 然后和警察解释了半天 又赔礼道歉才挂断电话 她顿时觉得怒火中烧 气得手指不住地颤抖 对着空气骂一句国粹 开始给我打电话 电话没有接通 又开始微信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秦月 你疯了 没事瞎报什么警 你赶紧去警察局和警察解释 接受处罚 最好聚留你几日 让你长个记性 于木白担心地询问 如烟怎么了 月哥又惹你生气了吗 柳如烟气愤地说道 一天到晚就知道 进给我惹事 不就是没接她电话吗 她既然报警 你不知道刚才警察同志 把我一顿教育 真是丢死人了 月哥也真是的把事情闹大 真是有些欠妥 你也别生气了 等我们下山回去 我好好说说她 大概是因为我死了 往日有些刺耳的话 如今听来有些过躁 原来我对她的关心 让她感到厌恶 前天我感冒了 躺在床上 我想找她帮忙 她只是倒了杯水给我 然后告诉我 她要和于木白去爬山露营 晚上不回来了 我有些不高兴 眉头倾诉开口道 你们两个人吗 能不去吗 我生病有些难受 想让你留下来陪我 柳如烟 因为我这一句话 顿时炸毛了 秦月你什么意思 我早就和你解释过了 于木白是我最好的朋友 请你不要污蔑我们之间的纯友谊 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 我就和你离婚 说完转身离去 门被摔得震天响 随后不管我怎么联系她 她都不接我电话 包括于木白也是 两人已经失联24小时了 我以为两人遇到了什么危险 马上报了警 我不放心驾车去寻找 边开车边拨打柳如烟电话 一直都是忙硬 行驶到一个拐弯处 突然对向车辆开着远光灯 被强光一闪 眼睛突然发黑 为了躲避车辆 猛打方向盘 结果车辆失控 直接撞向了旁边的山壁 我垂死挣扎之际 心里依旧念着柳如烟 用尽最后力气拨打她的电话 电话终于接通了 可惜接电话的不是柳如烟 于木白的声音传来 月哥 恐怕如烟没办法接你电话 她在我怀里累得睡着了 都是男人你懂的 我顿时没有了求生欲望 就这样死去其实也挺好 我到死都没有争过于木白 思绪回到现在 两人经过刚才的事情 都有些兴致缺缺准备下山 我的灵魂也一直跟着他们 在山下的时候 柳如烟和于木白 正好看见我被医护人员抬出来 四周都拉上了警戒线 由于巨大的冲击 整个车头都被撞碎 车身损毁严重 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 而我的头部远远望过去 就是一团血肉模糊的肉泥 所以柳如烟没有认出来 那个人是我 只是他看见我身上的蓝色衬衫时 身体断了一下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准备进一步上前时 于木白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 如烟 我有点不舒服 我们快别看了 走吧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 于木白的眼神有些闪躲 好像有什么秘密 车上两人都没有说话 安静地出奇 于木白的话打破了僵局 如烟 月哥不接你电话 回你微信可能在忙 上回我路过他公司楼下的时候 看见他和一个女同事 举止亲密在一起吃饭 如烟 你瞧我这张嘴 我不应该说出来的 有可能是我眼花 看错了 柳如烟听完于木白的话 果然脸色难看了起来 又来这一招污蔑我 我目自欲泪地瞪着他 随时随地地在柳如烟面前抹黑我 我特别讨厌于木白这一点 一个大男人整天查理查气的 柳如烟还让我多向于木白学习 学习他什么 虚伪还是道貌岸然 柳如烟听完于木白的话紧抿着唇 眼神闪过弦雾 加重了对我指责的语气 我就说嘛 最近对我怎么这么硬气 原来外面是有美女相伴 亏我刚才看见那个被撞的人真害怕是秦月 现在我巴不得躺纳的就是他 他怎么不去死呢 死外面才好呢 各种难听的话充斥在车里 于木白看见他对我的厌恶 计谋得逞地笑了笑 而我望着那双曾经让我心跳慢半拍的眼睛 原来感情可以一见钟情 也可以一瞬间下头 可是柳如烟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指责我 好像我才是出轨的那个人 我生命把我抛下 去陪于木白爬山的是他 我过生日 陪于木白出国旅游的是他 结婚纪念日陪于木白喝酒唱歌的是他 每回我需要他的时候从来都不在我身边 但是只要于木白需要 不管赴汤蹈火柳如烟都会奔赴他 好像于木白是他的老公 我每次都歇斯底里的争吵 而柳如烟每次都以同一个借口唐搜我 秦月 你能不能不要自私 木白刚从国外回来 只有我一个朋友 你能不能大度一点 生日 结婚纪念日我们有的是时间过 以后不就行 柳如烟对我说话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而面对于木白总是温柔似水小鸟依人 于木白的话就是圣旨 而我的话就是屁 永远只相信他不相信我 我看着柳如烟熟练的进入秦月的家 里面充满了他的气息 我进门第一眼 就看到柜子上摆着柳如烟和于木白的合照 还有他喜欢的粉红色毛巾 化妆品 家居服等 什么时候两人同居的 原来无数个不回家的夜晚 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还欺骗我是在闺蜜家住 他的闺蜜和他也是一丘之和替他打掩护 而我被傻傻的蒙在鼓里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熟练的把头 靠在于木白肩膀上委屈的开口 木白 我们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啊 我真的不想和秦月过下去了 他这个人一点都不懂情趣 只会给我花钱让我买买 一点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还是你最好 知道我喜欢什么 这次答应陪你爬山露营 也被秦月搅合了 真是气死人 我决定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回家了 等他跪在我面前求我我再回去 给他长个教训 如烟都怪我现在没本事 让你在秦月那里受委屈了 你再等等我 很快我就带你脱离苦海了 两人很快的熟练的接吻 熟练的进行下一步 我飘在空中看着眼前的一幕 愤怒的吼叫 如同狂暴的野兽一般 像撕碎眼前的狗男女 他们怎么敢 怎么能这样对我 这时一阵不合十一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两人的恩爱缠绵 柳如烟以为是我打的 闭着眼睛没好气的开始一阵输出 秦月 你不是能耐不接我电话吗 有本事别打过来啊 我不就是和秦月爬山不接你电话 你至于报警吗 你知道因为你 我和穆白都没完进行 你要想我原谅你 你就和穆白道个歉 否则我就和你离婚 电话那头传来我好朋友 叶川的嘲讽和暴怒 柳如烟 你还要点脸吗 你和小情人出去爬山 把高烧的秦月扔在家里 要不是我打不通他的电话 去家里找他 他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他为了省钱连医院都不去 说你想换车 他要攒钱给你换车 你呢 你有良心吗 你和你的情人亲亲我我 都不知道打电话问问秦月 秦月联系不上你 都着急报警了 拖着病重的身体去找你 到现在都联系不上 柳如烟有一瞬间的争论 随后又了然于心的讥讽 叶川 感个冒而已 能有多严重 再说我又不是医生 能帮什么忙 我出门之前 他还生龙活虎的给我吵架呢 你不愧是秦月的好兄弟 替他遮掩说谎 草稿都不打 秦月怎么可能去找我 这是不是又是他和你合伙 我骗我的小伎俩 你告诉他 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 死之前把婚先离了 我大好青春可不想当寡妇 叶川被柳如烟的不要脸程度 气得崩溃 冲着电话大吼 柳如烟 草 你还是人吗 你说话怎么这么恶毒 秦月都是因为担心 你去找你现在为止都下落不明 你竟然还诅咒他 我告诉你 秦月要是有什么事 我和你没完 你们这对狗男女会有报应的 说完就挂断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的盲音 柳如烟气的五官扭曲 脸上有些猙獰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都没有回 毕竟死人怎么回消息呢 叶川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替我出头 都怪我没有听他的话 现在落的这个下场 柳如烟看着微信 我没有回复的消息 莫名其妙有些烦躁 秦月 你有本事就死在外面别回来 连和叶川耍这种把戏 等你回来我就离婚 以往每回我不如他意 他都会给我提离婚 我都顺着他 哄着他害怕离婚 现在的我同意离婚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我已经死了 穆白你之前真的看见秦月 和他女同事在一起吗 于穆白大概没有说过 柳如烟的冷脸和质问 有一阵的谎神 你不信我 说着就要站起身离开 柳如烟看着有些生气的于穆白 主动软下语调 好了 我相信你 都怪我被他们气昏了头 说不定秦月这个时候 和哪个女的在一起呢 不管他 我一会请你吃法师大餐 再给你买双你最爱的球鞋 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 于穆白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才好了起来 如烟你对我真好 我不知道秦月和他朋友 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 明明我什么都没做 每次都挑拨离间我们的关系 我是不是很没用 如烟 让你替我受这份委屈 柳如烟有多心疼他 骂我就有多狠 两人很快就和好了 我好像平白无故 成了他们感情的催化剂 我跟着他们来了一家高档餐厅 柳如烟替于穆白 点了一大桌子菜 穆白 都是你爱吃的 赶快尝尝 我们吃完饭 就去给你买那双 你最爱的球鞋 你不用替我省钱 我有的是钱 你看你想吃什么 我们再点 真是讽刺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八年 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 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 他的每一个细节 他既然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有的是钱 我没记错 那钱都是我挣的 自从我们在一起后 他就不工作了 一直都是我养着他 这钱是我每天加班到凌晨 陪客户喝酒喝到胃穿孔 被甲方无情羞辱换来的 我每个月的工资卡和奖金 加起来好几万都交给了柳如烟 原来我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被柳如烟给他的小情人花了 我自己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却被被人坐享气成 我越想越愤怒 伸手想把桌子上的饭菜扫在地上 这花的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 桌子上的真修 并没有因为我的举动散落在地上 我的手无数次被无情地穿过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无助 我不知道自己死后 为什么不能去投胎 要一遍遍自虐地 看着自己的妻子算计着自己 彰显自己有多愚蠢 自己的爱有多廉价 接下来几天柳如烟说到做到 没有回去我们的家 而是一直和于木白腻在一起 我整天看着两人在我面前秀恩爱 从一开始的愤怒 再到如今的麻木 柳如烟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终于想起了我 这两天我跟着两人逛了我之前 一直都不敢逛的奢侈品店 柳如烟对于于木白真是舍得 一双球鞋八千 一件衬衫六千 还有皮带 钱包等花了好几万 反正花我的钱他们不心疼 我看着自己身上蓝色的衬衫 不禁有些愣神 这件衣服还是柳如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说也是个牌子 我刚才看见和我一模一样的蓝色衬衫 打着出销199 我当时宝贝的跟什么似的 呵呵 真是讽刺啊 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只配拥有199块钱的衣服 连于木白一双鞋的零头都没有 这几天柳如烟花钱大手大脚的 卡里的钱早就空了 他知道这两天是我发工资的时候 直接给我打了电话 秦月 终于舍得接我电话了 你发工资了吧 赶紧把工资转过来 自己就留一千 留多了你又借给不三不四的人 谁知道你会不会外面养别的女人 有一回叶川家里有事 我就私自拿了两万给她 柳如烟知道后不依不饶的 让我把钱要回来 那是我唯一一次反抗她 代价就是她一个月没有离我没有进家门 从那以后叶川就成了柳如烟口中不三不四的人 电话那头叶川咬牙切齿道 柳如烟 你个未不熟的白眼王 秦月死了 他死了 你满意了吗 都是你害死他的 你不怕秦月变成厉鬼找你们索命吗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 于木白听到我的死讯 眼神有些闪躲和慌张 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柳如烟不屑的吃鼻一笑 你们演戏也上瘾了是吗 都说祸害一千年 秦月怎么会死呢 是不是他拿着钱又偷偷借给你了 害怕我知道你两合七伙来骗我 告诉你没门 让秦月接电话 柳如烟 你选择姓耳龙吗 我都说了秦月已经死了 怎么接你电话 你要不信你就来警察局 好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到 看你和秦月耍什么花招 柳如烟愤怒的挂了电话 木白你陪我去趟警察局吧 叶川飞说秦月死了 我不信他们和七伙骗我 于木白有些神色复杂的看着柳如烟 有些逃避 但是还是答应了下来 两人走进警察局 叶川双目喷火的瞪着柳如烟和于木白 于木白被叶川害人的神情吓得有些心虚 往柳如烟的身后躲了躲 柳如烟神情不悦的开口 叶川 你让秦月出来见我 是不是他犯什么事情了 害怕我知道 所以才给你打电话让我过来的 叶川和警察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柳如烟 警察突然问他 这两天有见到你的老公秦月吗 柳如烟有些错愕随即像想明大了一样开口道 你好 警察同志是不是因为上回他报警的事情 你们该处罚处罚 该判刑判刑 对于这种占用国家公共资源的人 哪怕是我丈夫也绝不姑息 警察严肃道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 许是被警察凌厉且严肃的口吻 让柳如烟的气焰小了几分 没有 自从上次爬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警察听完后口吻带着讽刺 直言道 你的丈夫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由于死者面容损毁严重 通DNA比对 发现是您的丈夫秦月 六 柳如烟听完以后 仿佛像雷劈了一般定在那里不动 警察把燕明的身份材料拿给柳如烟看 柳如烟看着我血肉模糊 面目全非的照片 开始嚎啕大哭 大叫着不可能 这是骗人的 我死了你不高兴吗 你就可以和你的情人双宿双飞啊 现在留下鳄鱼的眼泪给谁看呢 叶川紧紧盯着柳如烟眼神冷得可怕 柳如烟 你装什么装 就是因为你不接秦月电话 他担心你前去开车找你 才会发生事故的 他死的时候 你和你的小情人在干什么 你们心智肚明 就是你伙同你的情人把秦月害死的 现在猫哭耗子呢 柳如烟哭得泪眼婆作的反驳道 叶川 秦月死了我也很难过 但是这不是你污蔑我和穆白的理由 我真不知道他来找我 我真不知道 他一直都太沾我了 我以为他这几天没有回我电话 是因为生我的气 秦月车机一直那么好 那天又没有下雨 路也不滑 怎么会在那里出了事故 事故发生地离你这么近 还没有摄像头 你敢说和你们没关系 于穆白听完叶川的话 冷汗止不住的往下流 难道说叶川猜测的是真的 我的车祸不是意外是人为吗 和于穆白有关系吗 柳如烟瘫坐在地上崩溃大哭 我不知道他这副样子是做给谁看 最后是于穆白搀扶着他去认领我的尸体 本就破败不堪的尸体经过解剖 显得更加恐怖 柳如烟和于穆白开始呕吐了起来 没有勇气再看第二眼 躲得要多远有多远 反观我的好兄弟叶川 丝毫不嫌弃我的尸臭和恐怖红着眼眶 从小生乌业到嚎淘大哭 把旁边警察看得多抹眼泪 我们警方怀疑这场车祸不是意外 是认为 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其他车辆的痕迹和脚印 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给死者一个交代 警察冷漠地回道 柳如烟听到警察的话扑了上去嘶吼道 你告诉我是谁 我要他抵阿月尝命 这个疯癫状态把警察吓了一跳 没有理他 转身就离开 离开之前嘀咕了一句 人都死了 装什么神情 我听到这句话都快笑出声了 人民警察简直是我的嘴涕 最后叶川把我破败不堪的遗体 和遗物不由分说地带走了 柳如烟 秦月已经死了 我是不会再让你们脏了他的轮回路 后天下午我会在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 来不来随你 柳如烟张张嘴想反驳 却没有出声最后妥协了 柳如烟没有继续回到于木白家里 而是回到了我们的家 他看着墙上的结婚照发着呆 突然拽着于木白的衣领 带着哭腔喃喃开口 怎么会这样 我的阿月死了 如果那天我在家陪他 不陪你去爬山 他就不会死 多怪你 多怪你 你知道吗 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的那起车祸就是秦月 阿月真的死了 于木白神情有些不耐烦 但是还是好言相劝安慰道 如烟 都怪我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我想告诉你的事虽然月哥不在了 但是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等过段时间我们就结婚 我想光明正大地照顾你 如烟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要振作起来为自己考虑 为我们将来考虑 月哥死了 还有一堆事等着你处理呢 他一个孤儿没有亲人 你作为他的妻子 那些房子存款你得牢牢地抓住 不要被有心之人占据了 你一个弱女子 我害怕他们欺负你 月哥那个朋友举办追悼会 肯定是有想法的 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不过他这么污蔑我们 肯定到时候有很多人相信他 到时候你就成为了重视之地了 对了 如烟之前 你给秦月买的人生意外险 保额我记得挺高的将近五百万 这个可千万不能被叶川知道了 这么多钱难免他不会惦记 柳如烟听着于木白为他考虑的话语 又有些感动 两人又很快地搂在了一起 他本身就是个没主意的女人 遇到点风吹草动就自乱阵脚 现如今我死了 于木白就是他的主心骨 自然他说什么是什么 他们这算盘打的是真响啊 我在天上都听得一清二楚 怪不得前段时间柳如烟说 给我买了份保险 说是朋友的业绩完不成了 凑个数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于木白你这畜生 是我老婆污蔑我兄弟 还惦记我的遗产 我的灵魂愤怒嘶吼 一行星红的血泪流了下来 为什么这对狗男女还不去死 我的葬礼如期举行 来的都是我生前的同事和好友 他们都非常惋惜 我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英年早逝 都纷纷问叶川我的死因 叶川青土一口浊气 望向众人开口道 你们放心 今天我会为秦月讨回公道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葬礼进行到一半 柳如烟身穿黑衣 满脸哀伤 颤颤巍巍的被于木白浮了进来 众人窃窃思语道 柳如烟旁边的男人是谁 怎么举止这么亲密 公然的带着自己情人上门 不怕秦月死不瞑目吗 你一言我一语 吐沫星子快把柳如烟淹死了 他有些慌乱 瞟了眼于木白 于木白搂着他的肩膀轻声说道 我会一直陪着你 别怕 多么感人的一幕 如果不是在我的葬礼上就更好了 于木白 我以为你不敢来呢 杀人凶手出现在受害者的葬礼上 你不怕秦月一直盯着你吗 于木白看着我的遗照吞咽了一下 故作镇定的开口道 我和柳如烟是好朋友 平时秦月哥平时挺照顾我的 他出事我身表遗憾 我理所应当的都要前来吊咽 倒是叶川兄弟一直这个态度 我一直搞不明白 头一回听说追悼会 妻子不举办 兄弟举办的 于木白的话 让柳如烟感动得热泪盈眶 同时又有些心疼护着他的男人 叶川 你为何一定要咄咄逼人呢 木白这么一个热心肠的好人 你们怎么就容不下他呢 我知道秦月的死对你打击很大 我是他的妻子 我不比你更心痛 还是你真是别有用心 想把我这个合法妻子挤堆出去 想要秦月的遗产 叶川再也忍不住上前 朝着柳如烟和叶川一人一巴掌 你不要把其他人想的 和你们一样龌龊 柳如烟 你就这么相信 你身边这个男人的话 都不相信枕边人吗 秦月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你摸着良心问问你 做这些事对得起秦月吗 你们敢对着秦月的灵堂发誓 没有做对不起秦月的事吗 柳如烟顾不得自己 脸庞火辣辣的疼 连忙安慰于木白 心疼得都快掉下眼泪了 叶川 你有病吧 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我要报警抓你 你给我等着 于木白一天要报警 连忙按住了 柳如烟张嘴就是绿茶味 如烟 我没事的 只要叶川哥消气就行 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 谁是你哥 天天哥哥的叫 你是大公鸡吗 整天哥哥哥的叫 一个大男人 整天躲在女人身后 算什么本事 怎么柳如烟是你妈呀 老鹰护小鸡 叶川的嘲讽 刺得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给我等着 说着就带着于木白要离开 叶川和朋友们自动成了人强 拦住两人的去路 一步一步 把他们逼到我的棺材面前 叶川你要干什么 你 你这是犯法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抓你 柳如烟紧张害怕的 吞吞了口水 我已经帮你报警了 现在你们要做的 就是跪在我兄弟面前 磕头认错 叶川你疯了吗 柳如烟和于木白的脸 被迫贴在水晶棺上 跪在地上 两人都吓得紧闭双眼 不敢看我半分 其他朋友们都愤怒的眼眶心红 想把这对狗男友活剥了 这时那天的警察走了进来 柳如烟屁滚尿流的 爬在警察脚顶 警察同志 你们快把他们抓起来 他们刚才打我们 还逼迫我们 警察同志看了众人一眼 开口询问道 你们打他们 胁迫他们吗 众人摇头 柳如烟气的话都说不利索 扭头找他的小情人时 发现他的小情人 早已不在他身边 于木白被带着手铐 从外面带了进来 嫌疑犯要跑 被我们在门口部署的同事抓了进来 柳如烟目瞪口呆的 错愕的开口 警察同志 你们抓错人了 抓叶川这个暴力分子 抓木白干什么 他这么善良 你们抓错人了 警察气急返校的开口道 我们不会乱抓一个好人 但也绝不错放一个坏人 我们警方有证据表明 你丈夫秦月的死 是一次有组织 有预谋的谋杀 这个凶手就是于木白 警方见柳如烟不幸 直接拿出了证据 一开始我们只是以为 只是一期简单的交通意外 最开始察觉异样的是 是一名保险公司人员 在秦月死后 他掉阅了投保记录 发现投保时间 是秦月死前两个月 受益人是他的妻子柳如烟 但是更惊讶的是 你竟然在四五家 不同保险公司 为秦月买了保险 保额超过千万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 我们警方的注意 我们怀疑 这不是一起意外事故 存在骗取巨额保险的情况 我们就开始顺藤摸瓜的调查 我们发现幕后操作 竟然是于木白 于木白这个人 是赌如命 因为需要的赌资庞大 他不断的借钱 他就想到利用自己的外贸优势 骗取女人上钩 他意外死亡的两任妻子 身上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购买了意外死亡保险 而投保人正是于木白 死一个人 拿一笔的巨款的快感 让他胆子越来越大 只是于木白那边的 负债缺口越来越大 他的计划不得不提前 他设想的是先杀了秦月 让你继承秦月的遗产 和巨额保险金 然后再和你结婚 再名正言顺地拿到钱财 我们修复了车里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那天有辆黑色越野 故意等秦月车辆过来 开着闪光灯 导致秦月视线受阻 装在山壁上 车毁人亡 我们很快抓捕了赵氏逃逸人员 他供认不会 他是受于木白指示 事后承诺给他50万 警察冷冷地盯着柳如烟悠悠开口道 于木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柳如烟眼睛布满红血丝 恶狠狠地瞪着于木白 对着他拳打脚踢 于木白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 于木白朝柳如烟 脸上涂了一口血水 嘲讽道 你这个贱女人 自己水性洋花怪气我吗 秦月对你不好吗 你不照样出轨 现在装什么神情和贞洁恋女 要不是看上你有钱好骗 谁受得了你这个大小姐脾气 动不动就生气 就需要哄 也就秦月那的甜狗惯着你 你知道她死的时候 依旧在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躺在我的怀里 累得睡着了 柳如烟崩溃的摊坐 栽在地上大声吼叫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不是我是你这个畜生勾引的我 要不是你阿月也不会死 是你 柳如烟在逃避 她知道于木白说的是真的 只是不敢面对罢了 你们女人都是一样的 我那两个前任老婆 死之前也是像你这样说的 都是怪物 愿我勾引他们 害死了他们的老公和自己 别忘了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你们这些女人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花着自己老公的血汗钱 你们对我倒是出手大方 名牌衣服 你们的老公却穿着地摊货 哈哈 你们这些女人都是就有自取 于木白有些疯癫的发言 直击众人的灵魂 我静静地看着两人狗咬狗 于木白说的没错 柳如烟一面享受我对她的好 却对我嗤之以鼻 柳如烟一路跪爬到我的棺材面前 这一次她没有害怕我 也没有呕吐 她一点一点临摹着我的样子 隔着水晶棺亲吻我的额头 我的嘴唇 阿月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只要你回来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阿月 她的哭声像是从内心深处传来的呐喊 充满了绝望和忏悔 叶川看着柳如烟痛苦流涕的模样嘲讽道 你现在假惺惺的做给谁看呢 我兄弟死了 回不来了 杀人偿命你们怎么不去死呢 柳如烟听完叶川的话嘴里呢喃着 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 她一步一步走到于木白面前 犹如地狱的恶鬼 于木白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于木白被柳如烟的模样吓了一跳 她往后倒退了一步 可是终究来不及了 柳如烟不知道何时从包里拿出了美工刀 锋利的刀片割破了于木白的喉咙 鲜血直流 场面顿时混乱 我看着柳如烟对着我的灵象温柔的笑 这抹笑让我想起初次见她一身白色连衣裙撑着伞和别人嬉闹 笑也盈盈似春水 嫣然一笑定人心 我站在她身边轻轻地说柳如烟何必呢 为时已晚 我的话刚落音 柳如烟已经划破自己脖子的大动脉 阿月 我赎罪 下辈子 下辈子 换我疼爱你 柳如烟 没有下辈子了 我希望男生不再相见 我感觉我的灵魂要逐渐消散 我看着倒在血泊的柳如烟和于木白 他们的下场不禁令人唏嘘 我走在我的好兄弟叶川面前 对他说了声谢谢 要不是他一直帮我 恐怕我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蒙冤而死 叶川好像感觉到我的存在笑着说 兄弟 大仇得报 你安心上路吧 记得下辈子投胎 不要再恋爱脑了 我朝他点了点头 随风消失了 全文完